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常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来到了石立芬的家里 前一阵的我们俩约人录音 说《魔幻之旅》这个系列的节目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我们定期就要录一录 后来石立芬说咱们今天不录《魔幻之旅》了 说你到我家来 我给你看一些好东西 家来 所以今天我就坐在他们家 来 石立芬 哈喽大家好 我是石立芬 石立芬弄了好多袋子 装了也不知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他说今天要给我演示演示 让我开开眼 是吧 咱们就开始吧 好 今天咱们聊点什么 聊点 我觉得我有个习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不扔任何一片有字的纸 真的不扔是吗 也不是说完全不扔 我在这里其实要厘清一下概念 有些东西我扔的反而是比别人快的 是吗 我们囤积的人其实是有所囤有所不囤 比如说我扔快递盒 扔外卖 我扔的是比一般人快的扔垃圾 我们家里不允许有半桶以上的垃圾 或者是有任何湿垃圾 如果是湿垃圾 比如说你在我家垃圾桶里扔个苹果糊 扔个西瓜皮 你走了之后我就连垃圾袋 带着这一个西瓜皮我就扔出去了 当着我的面是吧 当着你的面 我这边刚往那边走 然后从我耳朵边上 飞过一个垃圾袋 然后准确的扔在垃圾桶里 对 连你的手机 连你的鞋钥匙什么 就全部扔出去了 后边什么 走了 你再也别回来 是 而且比如说擦东西 拿出一张纸来 擦了一半 撂这 说先别扔 但是吃完饭这排能擦一下吗 或者还能擦擦灶台 我肯定先扔 明白 然后外卖 进来之后 一般情况下 有些人等半小时再吃 忙完再吃 不行 得赶紧吃 太味了 吃完就得赶紧扔出去 不能在这放着 明白 快递就更夸张了 快递我不在家里拆 在外面拆 在外面拆 我拿一个材质刀在外面划开 然后直接扔到垃圾房去 我经常干出这种快递 其实还要退 但我已经把包装扔出去了 或者是快递里面有东西 但是我划开之后 没检查权 但是要扔他的心情太急迫 我就连别人送的生日礼物 连盒子扔出去 干过这种事 很急迫 很急迫 你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算不算是一个 有收集痞的人 我觉得算 从我对待 有字的指的态度上来说 我感觉好像跟很多人不一样 对没字的指 我非常残酷 像我刚才说 直接全扔出去 我留下这个空间和时间干什么 就是我说的这个 要收集有字的指 好 今天咱们就来开开眼 现在我面前摆着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这也是收集的 社区拿的 社区发的 社区没有发 社区放在它的公告栏上 社区公告栏上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个九宫格或者十六宫格 大家去观察一下 报纸架 报纸架一样 一般是国内的几个大报 日报晚报和当地的报纸杂志 还有它的一些宣传物料 有科普的 有普法的 有寄生的 有家庭关系的 还有社区的联系电话 这些东西 我去的话 我会一样拿一份 然后带回来 它不是发给谁的 是谁都可以拿 但它不主动发给你 它发不过来 没有那么多 但我会全拿回来 这够牛的 这是一个法律 这是法律的 还有妇联的 这个是毒品预防 全国毒品预防教育毒本 对 这也是社区拿的 也是社区拿的 中国妇女什么的 好几个 你们这个社区 这个形势 感觉挺紧张 不是 你的社区也有 你不去 或者你去了 你不拿 明白 你不关注 我甚至不仅是在社区 健身房游泳馆 别人发给我的传单 我就拿着了 只要他写了东西 我都会拿回来 研读研读 我还会干一个 特别绝的事 就是健身房游泳馆 或者是外卖店餐馆 它的菜单 给了我之后 我会留下 优惠券给了我之后 我会不用 我留着等他 有可能他经营不下去了 或者他怼出去了 这店换人了 我把这个仔细的收藏起来 这菜单只有我一个人有 我还会观察附近 哪些店 做的时间很长了 但是他突然可能 给他的群里面 或者是店铺 写一个公告 说我们就经营到下周一 我下周一中午 就去他那吃顿饭 拿他一份菜单回来 最后来一限量版的 对 来一限量版 有纪念意义的 有纪念意义的 是一个送别 你这个习惯 你自己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吗 19年底 大家开始居家办公 那段时间开始的 我以为这是你从小就这样的 我从小就有字的纸 就很有感情 但是我没有全都留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 这习惯是哪来的 你说说 首先就是 我在能出国的那段时间 经常喜欢去买国外 那些旧纸摊上面的纸 这些纸就包括地图 机械图 建筑设计图 物品的泡面图 和生物地理教材 还有博物画 这我家里面就挂着很多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些画 很多已经两三百年了 但它并不贵 我就问卖画的这些人 他可能是一个古董摊 也可能是一家小店 就卖各种各样的地图 挂画什么 一个老头 你不进去的时候 他就拿一个材质罩 那材各种各样的画 他的表 我说 你是有供货商 还是这都是你自己的 然后老头就会回答我说 因为我们英国人 从来不扔东西 真的吗 他真这么说 他说从工业革命开始 所有这些图 无论是我们的教材 还是社区 邻里之间的旧书 他们就找着送到我这来 他们反正不扔 所以家家都有特别多 所以我不需要供货商 我货源源源不断 这跟哪伦敦 英国各个地方 是吗 对 我在德国也买 欧洲很多这样的奇奇怪怪东西 你可以想象 以前中学生爱攒瓶子 卖旧报纸那段时间 你不需要一个供货商的 你去问一个废品收购站 你说老板 你这么多矿泉水平 你是哪有供货商 老板说 因为中学生都攒这个 小学生都给我卖报纸 换点零花钱 一样的道理 对吧 所以我就发现了 这种东西留下来 传诸后世是有价值的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真正的精工制作的图 有些就是杂志里面的一页 有些甚至就是一个电影海报 有些就是一个明信片 我上个月去英国 到布莱顿的一家小店里面 这个老板 他比较牛的一点是 他自己有1976年 所有的明信片 1976年这年的明信片 他就穷尽收集 就要1976年 就要1976年的 然后三磅一套 你就挑吧 现在想想也已经小50年了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这些破纸 今后留下去 都是有意义的 它都承载了某些信息 而人对信息的渴求 是因为我们现在 信息获取门槛非常低 非常多而被掩盖了 我们经常开一个玩笑说 上厕所的时候 如果不带手机 是不是就得读洗发水上的字 为什么得读洗发水上的字 和卫生纸包装上的字 因为你对信息 还是有底层的渴求 的确的确 要不然太无聊了 要不然太无聊了 你坐那你干嘛 我就只能看厕所门 那个把手 然后每一个部分 都仔细的观看 也挺没意思的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童年经历 小时候睡觉睡不着 你总觉得 这个墙的墙皮 好像是某种形状 这个阳光晒进来 晒在柜子上 这个木头的纹理 好像是一个大猩猩 好像是一个动物 对 都会有这种想法 会有 我躺在枕头上 因为那个枕套上 会有一些机器秀的 一些印花 然后我就会去 沿着这个印花的每条线 然后就去看 然后从一个点 然后看到最后 把它看一个完整的 我认为这是个地图 什么的这种 对 你会去看 会会会 甚至是水 阴影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去看 只是我们长大之后 信息的获取 变得更廉价和快捷了 我们忘了对信息 其实是非常渴求 对 因为到了现在 手机上的信息 无穷无尽 对 你不需要从别地了 对 我们其实会很珍惜 这些东西的 这是一个契机 另外一个契机 也是有一次 在英国买到一本书 是在泰特 买到了一本 关于艺术设计的 一本画册 这个设计 是一位英国旅行家 他自己是青年先锋旅行社 就是专门去经营 东亚朝鲜的旅行业务 的这么一个旅行社 他收集了 所有的朝鲜设计 他这个朝鲜设计 大家都肯定很纳闷 很疑惑 朝鲜的设计 他怎么收集的 他收集的是不是就是海报 不止 海报 报纸 杂志 宣传画 车票 堂纸 一拉罐 烟河 房卡 飞机上的呕吐袋 甚至包括高丽航空上的 安全警示牌 只要有设计就都要 只要有设计就都要 那我就会想 如果今后 我想呈现一个2020年 无论是中国还是北京 还是什么地方的设计 当时的社会风貌 我好像没有房卡 我好像没有烟河 我也没有呕吐袋 我这些东西都没有 今后谁在记载这些东西 我很想承载这样一个完善的记录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真是从2019年开始 然后有了很明确的 我要收集 这些带字的东西的心情 印刷品 因为那段时间 你在家跟各种各样的这些纸相处 因为这些纸会源源不断的 侵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很多的 对 你虽然不上班了 你下楼点个外卖 人给你塞一个优惠券 你下楼拎一份饭 这塑料袋上有东西 你下楼走两步 人塞一包卫生纸给你 让你扫个码 什么事都有可能 所以在家没事干 我就开始整理我生活当中的这些信息 我首先干的四件事 是第一记日记 就是我开始每天记日记 我防止时间变得粘着 因为可能我们2020年初 1月1日跟1月5日是一样的生活 都是自己在家做饭 我防止时间变得粘着和不可切分 我就自己记日记 长海生了 哪怕我今天炒了一份鱼香肉丝 而我明天偷懒点的羊肉包子 我得记下来 这就是今天和明天的区别 它就象征我过了两天不同的日子 厉害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整理读书笔记 因为我那时候在读书 密集的看书 是直接写在书上吗 不 我把读书笔记也写到日记里 也写日记里 也写到日记里 这是你每天和区分于上一天和后一天的区别所在 今天早上起来 我下楼买了菜 然后我炒了鱼香肉丝 我读了某某某书 明天我炒了西红炒鸡蛋 读了某某书 成为日记中的一部分 成了这个日记中的一部分 第三件事是盘点我打了什么游戏 看了什么视频 那这个是文字化吗 也是文字化 也写在日记里 我所有的盘点 我觉得我跟很多现在去做松鼠党的人 很大不一样的就是 我很少把它数位化 全是纸 手写的 手写下来的 甚至你可以通过我当时的字迹来揣测我当时的心情 那你是用那个 钢笔 真用钢笔 真用钢笔 你看写在什么地方 你端详一下这东西 你演书 2020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日谈公园 曾经出的一个年历 对 这个东西 写满了 内容进爆 太吓人了 内容不能看 日谈公园当年出了一个叫问题日历 它就是每一天是一张 跟那月份牌上那种的 对 然后这厚厚的一落一整年 是一分 你是把每一张纸背后都写满字 对 你这样翻开一看 你就知道全写满了 我甚至有某种恐怖感 难以想象 你知道人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恐怖感吗 就是我们看少年包青天的时候 那个主题歌里有一句叫 一些漫不经兴的说话 他却倍加留心 就是你知道吧 你们生产了一份日历 伴手礼 这东西作为送给主播的一个小纪念品 小礼物 给他就给他了 对 他拿回家之后 他不一定从快递柜里取回来 他不定给谁了 结果我刨着把上面所有的问题全答了 这种感觉就像住了一个宾馆 或者去了别人的家 然后你留下你的毛发 你的毛发就被一个科学怪人 在地下室里分析了DNA 就是这种感觉 而我特别恶趣味的喜欢这种感觉 真闲呀 我妈呀 这是第几个了 这是第三个事了 第三个 第四个事 就是我用那段时间盘点了一下 我媳妇都迷过什么东西 因为我发现 他经常是每隔半年 就会疯狂痴迷一个事情 他迷过做小模型 迷过跳蹦蹦床 迷过抓娃娃 迷过抽扭蛋盲盒 迷过拼图 迷过鼻涕胶 电子琴 欢乐骨水魔方 环球影城 所有这些东西都留下了一些物料 我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整理起来 还原出这个人的轨迹变迁 我总现在这个人的表情已经变了 变态 虽然他就躺在我旁边 但是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人 你现在往右回头 你的十点钟方向 他的苹果的拼图 我整理好的 全塞在那了 大概20套拼图 在布包还挂起来的 而且这些拼图都是那种巨大的拼图 对 这不是小拼图 对 五千一万块那种 对 没有扔的 包括侦探小说 米老鼠 当时他迷过很长时间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走通了之后 会给你一个小钥匙链 就是亚克力那种 这种东西 人都是拿了之后 当时就扔那了 我全带回来了 可以了 我知道了 海底捞的相框 行 我知道了 哎呀 天哪 行 那你这个四个习惯 导致我开始团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的整理 除了实物之外 我要把它纸质化的记录 复盘 并且时常拿出来把玩 都是非常重要 不可分割的 所以我就坚持开始写日记 我是做两本日记 一本日记是工作 一本日记是生活 我的工作是不做日程的 日程就是先于事情的发生 就我先记下来 我今天要跟小伙子录音 晚上要跟谁谁吃饭 这玩意在手机里 这就是备忘录 但是我会做一本工作日记 就是实际上今天干了啥 这个事大多数人其实不太会做 的确 其实每天我虽然自己自顾 我不是一个给别人工作的人 但是我每天自己给自己写日报 相当于 明白 也会留下实体的证据 也会 在这 都有 我的天 在包里天天带着 这个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本了 翻开 这都 这日记 整个的格式 跟一个思维导图和会议笔记似的 差不多 它不是分段的纯文字记录 它是有关键词 对 包含我对一些事情的判断 以及哪些事情有什么样的重点 我会有这样两本 第一本是工作的 工作这个事很好理解 你相当于就把一块小黑板揣在兜里了 也没有那么显得可怕 对吧 生活的这本比较带劲 我给你看看 端香端香 又是我们日谈的 这是我们日谈的一个笔记本 叫什么 Hi-Five Hi-Live 你打开里面 别看字 看看图 你看看里面的图 是有插画的 哇 这哪叫插画 这是照片 这是 对 太厉害了 今天你跟我录完音之后 我如果跟你合了影 你就要小心了 你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一定会留下一页 因为 我经常开玩笑说 我是没法写回忆录的 咱不是说咱普通人 没资格写回忆录 而是回忆录 都意味着 对某些细节的残缺 美化和虚构 那是 我不需要写回忆录 因为我每一年的 每一天都在 我直接把这东西 打印出来就完事 我如果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今天 在2024年8月的 某天的一个下午 小伙子跟我录了一次音 当时小伙子穿什么衣服 怎么样抱着话筒 全都被记录下来了 我的天 小伙子给大家描述一下 这里面的图 是个什么样的 它是个照片 然后这个图应该是一个 九公格还是十二公格 对 十二公格 每一公格里边是一个内容 那想必就是你用文字记录的 这些内容的影像化 是 然后这里面 大概每一公格是一个不同的人 你这个习惯 真的是从19年一直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了 我今天中午还遇到一个事 就是我来录音之前 我媳妇问我 咱们有一次去过一个什么地儿 你还知道咱们哪一天去的吗 我说我给你查一下 查出来 2024年1月16号 人家可能也未必需要这么精准的一些反馈 对 人家也不太需要这么精准的反馈 所以我坚持两本日记 一本工作 一本生活 做到每一件事 可复盘 可查询 它是有索引性的 我现在一直在想 有自己的一个索引系统 就是把我的日记 工作 还有我的娱乐 和我的阅读 所有的这些东西 来一个统一的索引 它是一个连续或者系统性的索引 比如说 小伙子现在问我 上次日谈给你寄了一本谁谁谁的书 那个书 你觉得怎么样 OK 这其实是一个连续的索引需求 我就应当同时根据这套索引系统 能够找到那天是谁寄给我的 我收到之后读没读 读完之后把它放在书架上哪个位置 然后从里面读出哪些心得 它在递多少页 行 在自己的人生中 制造了一些超链接 以及数据库 超链接 你说的太对了 它是一个可以多次跳转的超链接 索引系统 对 这个索引系统 它会让你的生活特别不无聊 特别饱和 真的工作量太大了 我现在已经在零件点了 你有没有正事 你这每天工作挺多的 又有公司 又得自己拍视频 你好多活 对 这东西每天占据你挺长时间 我其实也被它拖累不少 我是这么说 如果某一个人他长期的去从事某一个项目 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每天都跑步 然后有一个人每天都钓鱼 是吧 有人每天都打麻将 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分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源自于乐趣 就我干这个事我有乐趣 另外一个理由源自于这个事对他的正确性 就是我得干这个 责任干 虽然我不快乐 但是我要干这个 因为这是对的 对 你猜猜我是哪一种 你自己说是哪一种 我这么跟你讲 我如果出国回来 飞机晚点 降落在北京 洗洗涮涮到家 夜里三点钟 我也得写完这些天的每天的日记 再去睡觉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把日记带出去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机场下雨 把箱子放在飞机旁边 没抬上去 给我把日记淋了 所以我得回来补 或者坏了丢了 丢了 老天爷塌下来 我也得把日记先洗完 想必对你来说 它其实源自于某种责任 使命召唤 和正确性 对 你现在肯定看我非常像个神经病 但是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生活 都会活出某种惯性 我这个就是一种惯性 我经常发现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看过任何电影 看过任何电视 看过任何哈哈一笑 或者是纯娱乐的东西 甚至我看书的进度 也大大拖满了 原因是我花了太多的时间 来复盘这些事情 而且你知道我的复盘 它在我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超链接 虽然我还没有建立 那个索引系统 但这个超链接已经形成了 它形成了一个 先把时间提炼为物料 再把物料整理为复盘 然后再把复盘录成播客 最后花时间把播客听三遍 这样一个奇怪的 今天来路上 我还在听到来跟耿哥录那期节目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年我想到那期节目 然后就点开听了听 觉得挺开心的 我跟火总认识很长时间了 火总一直他知道我的习惯 就是我是听他所有节目 听的最多的人 收听时长应该是第一的 听好多遍 我是可以引进据点的 他在各个节目里面出现过的言论 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 我就喜欢多看 多听 反复听 我觉得这种复盘和信息的反除 能给我带来很强的踏实感和确定性 我甚至不会觉得他无聊 我特别能理解 我小的时候不理解的事情 我小时候不理解看戏的人 和听相声的人 因为他会到一个戏口那 还没到这 他就知道怎么还好了 因为戏都是那几出 对 他甚至你知道有些票友 他经常票戏 他比绝还会演 听相声的也是 对 听相声也是 跑活 对 你说天津那些专业相声观众 他上去 他可比北京来的相声演员还灵 他在干什么 太懂了 还在听 还在听 所以我觉得人是有这种倾向的 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有没有 我是有很强这种倾向 在这种重复当中 寻求到某种道 这要割王阳明 他肯定是会认同 你觉得你做的对 这就是格物 我现在就是格物 已经格物出毛病了 我现在已经不可抑制的 在看一本书 没看完之前 开始看第二遍了 真的吗 对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 重叠的像汉诺塔一样的结构 你看完一本书 大多数人是 我可能提炼出一些读书笔记 或者看一个豆瓣条目 行 我知道这本书大概啥 让我再不翻这本书了 除非我今后把它当工具书查 是 有些人是看一本书之后 我还会看第二遍 我觉得它有价值 我现在是看完这本书之前 已经在前半截开始看第二遍 在前半截当中的某一半 开始看第三遍了 太厉害了 把自己活成的变成了一个什么 多线程处理器 而且没有必要 我是不好意思说这话的 关键是没有必要 那个什么 我再看你藏片 除了这些日记 还有什么 你不是说有些 给你看个精的 咱们直接大包里面有小包 看看厉害的 看看厉害的 小伙子老师 也是经常出入各种场合的人 端详一下 这个小沙包是什么 拿出了一个不大的一个翻步包 上面写着price only 然后里边 也是客户的包 翻步包 这是出入证吗 这是中国现在现存的 所有互联网大厂的访客证 嘉宾证 活动的出席证 那场VIP证 我全有 原因是我只要参加过 这证我就不扔 这是一个19年的 来自于什么字节跳动 小伙老师 我问你个问题 你如果到外地 比如说去上海 参加一个播客大会 行业大会之类的 请你分享 分享完之后 主办方给你一个袋 这个纸兜子里面 有主办方的介绍 各家友商的介绍 有纸 有折页 有书 还有你的牌 还有帽子 扇子 对 还有些纪念品 你是拉着一个行李箱去的上海 你回来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我就这么说 我参加过挺多的活动了 至今还能够在我身边保留的 是一把雨伞 因为那雨伞有用 刚好用上了 对 其他的就都不在我身边了 而且我相信这把雨伞 可能还是因为当时没坐飞机 可能离得近 要是坐飞机需要托运 不能带雨伞的话 估计你也扔了 一有可能 或者说我箱子如果装不下的 那我可能不放进去了 如果这把雨伞是我拿到了 飞机不让带的话 我就单独在机场把它快递回来 太牛了 不过我其实也不太会直接扔掉 我一般就是会送给别的 我很容易对东西产生情感连接 这个情感连接是 小孩经常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如果把它扔了 它就在冰天雪地当中 在垃圾桶里瑟瑟发抖 你看我们坐在暖洋洋的家里 吃饭睡觉 而他现在已经在 阴冷的垃圾道里了 他好可怜 我会有这种想法 我不拿这个东西 底层逻辑跟你是一样的 是吗 我之前跟李叔 录人人攻略的时候 其实聊到了这个话题 就是说 我害怕和人和物品产生情感连接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产生情感连接之后 我就要面对这样的局面 对 所以我不喜欢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局面里去 所以我在我们还没建立关系的时候 我就回避 我特别特别能理解且认同你的这个做法 而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的原因是 我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 我就会认为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会选择回避这份责任 而所有这些物品会面临更糟糕的处境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 我如果不把它带回来 就没有人掂起这份沉掂掂的历史弹子 这个心情这儿就有区别了 区别在于说我会觉得 总会有人 虽然我跟他们没有建连接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跟他们建连接的 他一定会被大家带走相当一部分的 昨天小红书走秀 在亮马河边 一人给大家发一个小植物 植物系穿搭 这小植物走的时候 我就把隔壁坐的也带走了 原因是我就堵他们都不带 前两天北京下大雨 可能不在这 不知道雨有多大 雨特别大 我觉得他会在雨里被浇死 然后别人辛辛苦苦准备的 都是非标品 肯定都是工作人员 给那个植物插了这个花泥 给植物是不是还理一理 休闲休闲 他也曾经被认真的对待过 他也被爱护过 我就不劳人了 真温柔 不过植物的话 我会带走的 因为我喜欢 这个是我会有一种 无法抗拒的喜欢 我就可能会拿走了 我是如果有无法抗拒的喜欢 和我认为 他马上会出现悲惨命运 我会带走 我带不带东西 完全不在于 这东西我要拿回去卖鲜鱼 或者是我拿回去 他值钱 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我觉得 他会遭到不好的处境 比如说 现在我们参加一个 特别好的活动 这活动 每个人的座位上 都送了一瓶饮料 这饮料是不开封的 我就不会带 因为我觉得 保洁阿姨拿回去 在后面处理处理 拿到他们酒店的后台去 自然会用得上 人喝了挺好的 人喝了 人卖了都可以 但是 如果他旁边 是一个手写的签纸贺 这手写的签纸贺里面 打开是一个企业的 一个什么小介绍 这签纸贺是有人折过的 折出来的签纸贺 不是像何同学那样打印出来的 我就得把这东西拿走 明白了 这事挺有意思的 我真的到现在 连我高考的时候 答题的那套笔都留着 所以我参加过的任何场合 重要的人生节点 或者关键时刻 我觉得不会让它缺席 你可以看到这些 嘉宾证访客证里面 有些是证上贴证 贴证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你现在要去 某个播客公司的总部 你是不是提前需要给他 留一个你的身份信息 留个电话号码 他会在前台打印出来 一个访客的贴牌 那张小纸你把它贴在胸口 走着之后 你撕下来扔地上 没了 我会把小胸牌也撕下来 贴在这家企业 他的访客证上 把它留下 明白明白 以后他的企业可能会 关张或者会扩张 可能不在这租了 你看 AAA大厦假作 他曾经在这待过 明白 这是一个印记 我看到了一个 都有意思 这证 这个证太帅了 中国军事智能技术装备 博览博 参观证 对 我这太硬了 这个配色就特别硬 然后下边是一个航母 还有一些装甲车 太硬了 我老了之后 一定会成为一个奇怪老头 你现在就不是 你还挺老了 太谦虚了 财产留不下 但你说 爷爷爷爷 我的月票的绳又丢了 你那还有月票盘吗 爷爷说 我这还有500来个 好吧 那我们就祝福 那时候还有月票这种事物 来再看别的 还有什么 除了参观证 这证很丰富 这都是人生的纪念 这是什么 莎士比亚的手稿 它是一个很好看的笔记本 我在笔记本里面加了一些东西 我还以为是九阴真经的 老老师先端详一下这张票 这张票 你们见过这种朴素的票据 汽车乘车票证 打印的 没任何张 也不是发票 这是什么年代的 怎么可能好久不远 2018年 我在做这种城乡公交的时候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收据 你再端详端详 这是哪家单位 我天 这个大家可太喜欢了 宝丁动物园 这是你出发的地方 你刚才看的三张票证里面 没有一家 现在还在经营的 刚才那个荣城七路公交车 不跑了 东方巨龟园 那个展也没有了 宝丁动物园 辽斋公也没了 没了 这都是古品 再看这个 太厉害了 天津静海的天下第一象 那大象 天下第一象 当时是他们的村支书 自己给盖了一个大工程 来装表一下 他们的新农村建设 现在大象也没了 村支书也进去了 都没了 来看看这个 端详端详 这是什么 哎呦 米北庄啊 这是 米北庄 童男童女批发 纸童男童女 别胡说八道 纸的 童男童女 阴间的都有 阴间的 丧葬 西宿制品厂 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温泉生态城 你进去 如果是喝茶 泡澡 就不需要买票 咱依然买票 咱就为了买票而买票 这是那个静海的 没有了 也没有了 我现在给你展示的 都是孤品了 都是孤品 那这是哪 石家庄联邦空中花园 蜡像馆门票 我在有套票的情况下 依然单买了蜡像馆票 没了 蜡像馆也没了 空中花园 游乐城也没了 我不禁想要发问 是不是跟你买了人家的票 有某种职业的关系 有诅咒是吧 对吧 你再往下看 看我皱得了 皱不了 广州恒大的 美丽之关大树酒店 在三亚 赵本山参与投资 重大烂尾项目 项目也没了 可以 再看看这个 这是在台南去的18层地狱 当时只有一位老太太 如果老太太 现在还健在的话 18层地狱估计 也已经转手艺人了 因为当时 就是我去的时候 人家给我开的门 这18层地狱 我印象非常深 这里边就每个都遭受了很多 的什么油炸 什么折纳的 挺吓人 再看看这个 这个好漂亮 重庆洋人街没了 搬走了 从市里面搬去交线了 搬去福灵了 也没有了 一代重庆人的回忆 再看看这个 重庆海底世界 当时在洋人街里面 有淡水海底世界 看上面字 这是非常高科技的事情 我在咱们节目当中 偶有射击 没有详细展开 今天看到了食物 亚马逊 亚马逊 但是里面想不到 食人鱼 什么的 在这个世界上 昙花一现的展 太帅 期间限定的展 违反科学常识的展 和私印乱印的展 有危险的展 和骗局展 我这都有 这个是我国存在于 民间的大量老虎之一 狮子老虎 很多是存在在民间的 他们牛在哪 他们在老虎上面 标狗 在狗上面标狼 就这家 对 就这家 这你不上当 你不在西安付出一定的美丽 好的 精美的 精美的 秦陵地公 秦陵地公 仿真馆 秦陵地公 仿真馆 人家都写着仿真馆 对 他门头照片 是用的兵马俑 这个也没了吗 不是 这还有 但是你如果不去 专门上一档的话 你怎么能 精美的 这是 对 这个最好的 南开大学校友 张连志同志的 瓷房子的明信片 对 本校师生是免费的 我还是专门买了票 瓷房子 你谁去天津部看一看 对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债务人 已经找不见这人了 是吗 对 瓷房子经营也 可能也位在旦夕 赶紧留下 这都是历史的印记 好 你再看看这个 你端详端详 你北京人见过这个吗 中国散客旅游 北京西站 北京站 任何一个火车站出来 在正常可以旅游的时间段内 一百块钱 游北京的景点 知道吧 而且这还能直接去杭州 千岛湖 什么苏州园林 这个 对 这种小传单 就只有在火车站有 而且现在这两年都不多见了 就那百元团 对 还真是百元团 你看苏州园林 一日游 才五十块钱 一百块你能挨一天骂 在大网站上 一百块 骂死你 惊骂 骂死你 导游 精管发似的 对 拍导游 对 你再看看这个 这就新了 这新了 夜场温馨提示 2021欢乐今秋 这哪儿啊 朝阳公园 朝阳公园 在朝阳公园玩过项目吗 你看看朝阳公园 有多少游乐项目 朝阳公园有这个峡谷漂流 别都去坐落日飞车 或者去野餐 朝阳公园好玩多着呢 我这连票到现在还没用完 待会送你几张 好嘞 咱一会就去 你待会去坐小美人鱼 这就属于 近在眼前 鼻子底下 谁都不去的 看这个 只看这儿的字就行 世界上最大的丝瓜 你想想 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世界上最大的丝瓜 2018年在 他今天还在吗 他今天当然死了 还真是 闪品已经入土 已经化作尘埃 重新参与自然界的有机循环 一次性的 对 像这期间限定 这就是快闪 pop up 你这太多了 两个村 请来五只狮子加老虎 五只狮子加老虎 这个演绎灯光节 里边有五只狮子老虎 有五只狮子老虎 我的天哪 你怎么知道 这儿有 我当时就知道 现在我已经回忆不下 我怎么知道 太专业了 再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现在已经是新区了 当时是白杨店 怪坡风情园 一国风情园 你看那里面什么 有河水倒流 看到没 木乃伊 木乃伊 不烂之身 河水倒流 铁球为什么往身上滚 这个铁球为什么往身上滚 这是纯河北的 这个江湖 这都是 你再端详一下 付卷没有撕 对 为什么呢 我在留这些票的时候 我会告诉检票的人 能不能别把这个给我扯掉 或者有些人 检票特别粗业 你从网上买了票之后 直接给你一个 那个小的纸的这个码 连票都没有 对 然后他到门口 他又把那码收回去了 现在甚至有的 不都是什么手机上吗 一个二维码什么的 抖音美团上 即便便宜三到五块钱 我也坚持去窗口买纸质票 并且要求对方 把票给我退回来 如果能不撕的话 最好别撕 你看看 这真是有热情 你再端详端详这个 这你就熟悉了 世界大师杭州行 长沙行 赖云斌 约翰格雷 你再端详端详 我去了那么多天 你这付券一张都没撕 一张都没撕 我这么跟你说 我看你这么多张票 我喜欢这个 这几千块钱的 你看那付券上还有排号 你看我是第几号 你第一号 天字第一号票 你为什么是第一号 我就是第一号 且这个票没有减 且这个票 每一天的付券都在 这票也没有折 没有弯 没有无损 这可值钱了 我觉得这个 以后可以表起来 还有很多 我刚才说 反常识 反科学 你根本想不到 来看端详端详 这是什么 山东 寿光海底世界 咱只知道寿光 有蔬菜大棚 事实上就在蔬菜大棚里 第二二十年 菜博会 平面图 菜鱼 养菜鲨鱼 菜鸡 菜狗 去年 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火了 这冰雪大世界 猴板 火之前 雪人码头 还有猴板 猴板 好几个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翻过去 有九个窟窿 项目很多 就是每个地方打一个窟窿 很多的项目 再看最后一个 太多了 这必须得看 给你压了个大咒 这什么东西 这怎么是我们日坛的猫 你翻过来看看写的什么 小屎 喝虾白茶 多多虾白 keep bibi 节日快乐 后边还有好多你的头像 日坛公园的所有 给我寄来的礼品里面 只要写了卡片的 或者是带着签的 没有丢失的 这字写的还挺漂亮的 你以后想做展 这些东西我都给你留着 我不做展 你也得留着 你好意思 还摸什么 因为我做 好 好嘞 这都是你的九牛一毛 我觉得 是吧 还有我的车的领盘 我临时身份证什么的 多了去了 你有这玩意儿吗 这玩意儿谁收着呢 没有没有没有 里面还没有 我连的年检标都抠下来留着 太牛了 我想问问 你这些东西你放哪 你得有个地儿装 你这么越攒越多 你最后你需要有个空间 家里能放下倒是 然后我经常会感叹 用那些收集册 或者是那些所谓的日式收纳 找好多小盒 他们不是真正的收集的人 真正收集的人放不下 你想我收藏这些票 你刚才也看大大小的小 包括日坛那个 那么大一个猫的照片 你买一个收集册票夹 它收集册和票夹里面的尺幅都是固定的 对 那玩意儿真是不堪用 不堪用 你想要我这个收集水平 除了拿麻布兜子装 没有任何办法 拿拿布兜子最省空间和最高效的时候 还真是 那你平时会把它摆在触手可得的地方吗 不会放在触手可得的地方 但是我只要想拿 很方便 就是我不会把它放到什么柜门上面 或者是门背后 哪不会的 我要拿出来家里什么东西 我一分钟之内肯定是给你拿出来的 太厉害了 你平时 我估计你也没有时间 你平时挺忙的 因为还忙着写日记 每天做复盘什么的 我听着都不叫好话 我还想问你说 你平时会不会把它没事拿出来 把玩把玩 盘一盘 会把玩 摸索摸索 我把玩这些物料的时候 我会去想当时的场景 并且跟我手机相册里面留的照片 去配合把玩 其实在我获取这些物料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定的指向性 确保它的可玩性 比如说盲盒里面的卡和扭蛋壳 我是不扔的 这样就确保它这一套 比如说我没有收集器 但我拿出一个 我就知道它这一套有什么 它是万代出的 还是海洋堂出的 我能知道哪出的 我能知道这个盒里面 还有其他哪些东西 这是可以的 你现在看你左手边 左手边上面有四个小的瓷房子 看一看 那四个小瓷房子是 荷兰皇家航空会给旅客 坐飞机的时候送一个 好漂亮 这东西 对 这个瓷房子是1994年开始 他们大概生产了100多种 然后每年可能会迭代一些 就像多米卡的小车一样 它会迭代一些 然后你怎样才能确保 你坐他飞机拿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你想想这个事 它的可玩性强 你是不是得尽量拿到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你有四款是不同的 因为空姐推着小车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假借去洗手间 去拍一张小车 我回到座位上之后 就会把小车上的土打开 找哪一个房子 我还没有 然后待会指着这个房子 告诉空姐给我来这个 无所不用其极 你那四个小房边上 还有一个巴比伦时期的雕塑 奥特曼 这是我做广告 因为当时是做一款茶的广告 需要茶宠 买的这些耗材 也全都会留着 我觉得活总 你在我家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经常问出 这东西是哪来的之后 会感觉这东西怎么还留着 是因为我摆东西没有分别心 我不看它便宜还是贵 你看上面那个冰堆堆 你看是眼熟吗 这就是路边扫码 某某某急速版 扫码注册送你一个 经常有那种 送你一个大鹅 送你一个冰堆堆 这种我全都留着 我甚至会带回国外吃中餐外卖 送的筷子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的筷子皮上面 只有这家商店 或者筷子公司的 国外的筷子皮上面 有四个步骤图 教你怎么使筷子 它会画你的手 怎么拿出两个筷子掰开 怎么捏 这筷子皮我都有 原来如此 你再看右手边 像青花瓷一样的东西 是什么物料 纸质的物料 这是小信封 这是什么东西 飞机餐上面的调料包 小信封里面 装着一包胡椒 装着一包盐 这样啊 对 只是觉得它这个设计非常好看 而它一定会被怠慢 它一定会被非常轻慢的 直接随手扔在托盘里 扔到餐车上 当做垃圾处理 你后面这两包 应该里面还是有胡椒 里面有的 没打开呢 掀开 掀开就能看见它 这是什么航空的 做的真好看 这个也是荷兰皇家航空 就是因为 它是找了一对设计师夫妇 跟这个设计师夫妇 联名的 有这种瓷器 跟他的瓷房子配套的 一袋胡椒 一袋盐 也是这种清白两色 真漂亮 你说我要这东西有用吗 我回来吃饭用吗 完全没用 但是我觉得 你看上面有飞艇 有郁金香 有各种阿姆斯特丹的小楼 我觉得把它扔了 就挺可惜的 有些老头老太太会在飞机上 把飞机的餐盘和餐具拿回来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那是贪小便宜 人家一定会拿回去回收 继续用的 我觉得它会行使它的职能 它会继续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但反而是大家会被扔掉的东西 我会拿回来 是这样的逻辑 真是不可思议 你要不跟我说 我们就想不到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内容 而且是你生活中挺重要的一项内容了 现在 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我还会拿一些责任 直接给到我个人的东西 比如呢 比如在这儿 大家等我三秒钟 我给霍总看一下 好 我一眼就瞅见忘忘了 太可爱了 我看见了 这种直接把压力 给到个人的东西 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出席一个活动 这个晚宴上面 有你一个名牌 或者出席一个大会 你坐的位置上 有你的桌牌 桌签 你要是走了 它就永远淹没于世了 它就会进垃圾站 它就会被倒的稀碎 填埋焚烧 我就会把它带回来 我家里和公司 都有很多我的名牌 那种开会 三角形的 折一个三角 这东西我有不少 我甚至会逆向思考 把你作为嘉宾请来 当然是给你做名牌的 但如果你只是想见面会 你会有粉丝 粉丝会做物料 手符和手卡 这东西它上面写着 小伙子我爱你 或者上面写一个 日谈公园真好听 这东西活动完了 它放那了 因为它回家了 它回宾馆了 你觉得现场除了你之外 还会有人在乎这个事吗 不会了 所以你要把它拿走 我会把它拿走 把它收起来 把它收起来 这东西有的尺寸还挺大的 我办公室里现在桌上还放着呢 有的很大 有的很大 横着的一米长左右的 我都会留着 贴纸我都有 一拉宝我都有 一拉宝也有 一拉宝我都有 我还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都觉得 这玩意儿跟你自己 喜不喜欢看自己的名字 自不自恋都没关系 你是跟你根本就没关系 甚至都拿 比如说我参加一些品牌的活动 咱们可能都晚上有个晚宴 这晚宴桌上会有一个 带他企业logo的一个小纸片 小纸片 它放在正中间 比如说日谈公园 四个字 它弄一个小的海绵的立牌 它放在这 这肯定最后会引入尘埃 因为这场活动之后 它绝对不会再用了 它找个活动公司 这次做的 就不会再有人care这个事了 我会把它揣走 我会记着 这个品牌曾经请我吃过一顿饭 我甚至对它有一分感谢 和心理的依恋 明白 这我能懂 我今后看到它 就跟看别的品牌的眼光不一样 甚至我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事 前几年 品牌的预算更多 更愿意投放活动的时候 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活动 后来我这东西摆在家里 发现他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活动了 你知道吧 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 我在囤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有一些囤积策略的 这个我觉得 其实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是有规则的 我到底要拿哪些东西 这东西拿回来之后 怎么用它 你如果拿回来之后 就像我总刚才好奇的 我平时看 我平时放多远 我要平时不看 放得很远 我觉得也没必要拿回来 我其实把囤积分为 进攻型囤积和防守型囤积 两种 我天都听不太懂了 什么意思 进攻型囤积就是 我的这种囤积 有助于改进我的生活 和让我的触角更长更远 能够让我个人的身体和思想 有更强的延展性 什么叫进攻型囤积 比如你囤积了工具 电动工具 你囤积了一个打电钻的东西 邻居挂不上去的相框 就可以找你 你可以帮忙挂上去 比如说你囤积了一把消防符 如果你的地库 被别人上了锁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你的车就能出去 进攻型囤积还包括 你囤积了笔 本 胶带 便利贴 有商的宣传册 名片 客户资料 它都是在某一个时候 可能能够让你备查 或者是能够让你跟别人分享的东西 这是进攻型囤积 明白 防守型囤积是大多数人的囤积方式 比如食品 药品 维生素 应急灯 这个里面我囤积的也很多 小伙子老师其实知道 我家有个储藏室 这储藏室里面不仅有应急灯 甚至还有煤油灯 我都不太百分之百的信任店 就是还有煤油灯的 木炭 这种东西 这属于防守型的囤积 所以你的囤积的目的是什么 你究竟是一个生存主义者 为了防止你困在家里面缺少物资 还是你为了在任何时候 像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 一个孤独的博物学家一样 把所有东西编成一个索引 信手拈来 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囤积策略 其实这个囤积策略 已经不再是刚刚我们谈论的这些 特定的印刷品了 就是等于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囤积的习惯 有的时候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候 它一定会用得上 一定成为某种非常高光和可用的物料 这个时刻是有的 比如说今年前半年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热搜事件 就是某个互联网大厂的公关总裁 他说了一些很跟企业形象不相符的话 我知道 比较有攻击性 比较有攻击性的话 这位公关总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被员工非常诟病的一件事 就是他去见任何合作方的时候 都会把他们公司的打印室 大家说打印机打的冒火星子 原因是他要把公司所有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资料 都给这个合作方带来 这样就会导致跟他出行的员工 或者是受他指派去拜访合作方的员工 都会带一个大兜子 这个里面有书 有打印出来的PPT 有手册 有折页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究竟他老人家能把打印室打印的夺出火星子 现在网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提供出完整的证据来 我能 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单独给他收纳了个地儿 所有的这些书我都有 我告诉你 他一次能提出多少斤的物料 我这有 你有 我能撑出来 就拜访过你 对 我能给你撑出来 我能给你上正腰 连纸袋子用的哪一款纸袋我都有 太牛了 我相信其他的人可能没这么全 怎么样 还有这种交集 对 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份独家的历史见证 或者是我如果想把它发成一个新媒体内容的话 是不是一个独家的素材 素材是真多 我问问你 就比如说你现在囤积的这些生活物资 如果你不出门 供你使用多少时间的 如果不出门的话 我认为两个月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两个月没问题 因为我每次买卡买店买能源也会买很多 明白了 在家里面都是我来负责去制办这些事 大概各个表里面有多少字 我是清楚的 明白 非常稳妥了 然后你刚才说到不出门 我隐身一下 我出门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我这种爱囤积的人是不爱出门的 出去了我就跟我所有的宝贝丧尸连接了 我的宝贝们可能就在北京凌雨晒太阳 他可能就在受苦 他在家里很寂寞 我不能陪伴他在他身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你觉得该怎么解决 你把你想成我 理解理解我 那就把他们都拍下来 然后想看的时候随时看看 英明 小伙老师英明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我有家里的柜子的各个角落的照片 比如说今天我跟你一起去上海出差 你问我 小伙老师我们日坛那时候做过一个补妆咖啡 这东西你那还有吗 我不能信口告诉你 我回去看有没有 或者我有 我会直接告诉你 我有还是没有 这是我手机里把玩的我的储藏室 这是我的工作室 我知道这地儿 怎么样 我对你还是有点了解的吧 有点了解 而且你很聪明 你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会给柜子分格档拍 比如说拍不全 我把它都拍下来 你看 而且我没整理一次 就要重新拍一次 以前的也不删 我也可以远程抚摸他们 是吧 我在家里过日子的时候 因为家里就我和我媳妇两个人 他有的时候会说什么东西在哪 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吗 我像牙医一样跟他说 牙医跟你说你的牙的时候 牙医的语言是右下二 对 左上三 我是这样说的 是吗 就是柜子 就是我说右下二 就是右边往下属第二个柜子 太牛了 堪比什么 炮溪平八了 一样 是车五计三了 是 我其实只有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才会请他们来家里 因为家里面有些东西是 让人很难理解的事情 比如说我家里有别人的照片 我家里有不是我和我媳妇的人的照片 我可能买了一个相框 或者我得照一个相框 我觉得他俩这张照片照特别好 我就把他俩在他俩不知道情况下打印了出来 然后表在这个相框里 放在了我的写字台上 放写字台上 对 或者放在我的书架上 有可能我今天录音给小伙老师拍了一张照片 过两年 我觉得当时录制节目特别有纪念意义 然后这照片拍的也挺适合打成五寸的 我给它打出来 我就放在工作台上了 你不知道这件事 天天有人不是你媳妇 不是你父母 有人天天看你的照片 你怎么今天没给我拍 我怎么和那小弟 刚才玩了半天手机了 今儿没给你拍 今儿没给你拍 今儿没拍 今儿没拍 但你照片有不少 那倒是 本没让你细看 本里有不少你照片 好嘞 行吧 心情很异样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录完这期节目 不会彻底脱粉吧 不会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觉得神秘了 我的兴趣在物不在人 大家绝对可以放心 我不会把每条评论 你们在日谈里面留言什么的 我全看一遍 全都给你打印出来 不会这样的 其实这个问题 是我刚刚真的还挺想问你的 对 因为我们严肃的来聊这个事 就是你对于这种物品产生了生命般的情感 你对人会有这种情感吗 我觉得我对人的情感可能会反而更冷 估计你能猜到 因为人的经历总是有限的 对 不会有这样的情感 而且我感觉他已经占用了我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导致我可能在情绪上会比一般人平稳 你不太容易让我高兴 或者很容易激怒到我 或者咱不说人 然后比如说它是个生命体 比如植物或者动物 你会有类似的感受吗 我不养动物 就是我不太能允许在家里出现除了人之外的活物 比如说家里有送来一只小狗 我就很焦虑 因为我觉得它破坏了秩序感 我对秩序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 这个秩序感的要求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 外卖和快递 我得第一时间扔出去 一样的道理 只要是我去过的地方 抹布绝对是摆成正的 那个书 它是90度角对正的 杂志一定是从下到上 从大到小这样摆的 碗和盘子也是这样的 包括你看 你听起来我家有这么多东西 我家里没有裸露的 不缠着袋的电线 就是这个绳子一定是都缠起来的 我这些行为 经常被我媳妇说为强迫症 或者她叫小猫盖屎 很多人都说 女孩喜欢干净 男孩喜欢整齐 所以你经常会去女孩家里面 看东西到处都是 而男孩家里没什么东西 我就对整齐的要求特别强 我的这个秩序感的偏执 甚至会到了经常给我添麻烦的地步 比如说晚上12点40 我要睡觉 之前可能因为躺在床上 看了会电影 导致我10点50下的床 我也把被子叠了 再打开 我经常能干出 在晚上叠被子这出 我可能理解 你可能理解 我在生活中大概也是这种 我受不了人 没有秩序和对自己的生活失控 这种事情我不太能接受 而且我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比如说上闹钟 我觉得我们俩这种人上闹钟 应该是个准点闹钟 对 就比如说1点 1点10分 1点30 不太能上1点29 但是有人上的钟就会上1点11 1点17 我手机相册里的照片 都永远后两位数是零 我现在手机只有一万3800张照片 不可能是803 如果803我一定利用打车的时间 坐车的时间 我给他删了 删了或者给他拍满点 对他拍满点 是吧 对 然后我看到那些这样的闹钟 我很焦虑 很焦虑 对 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 但是反而这些朋友看到 像我们这种准点的闹钟 他会很焦虑 对 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 我觉得有的时候 大家其实不必相互认同 只需要相互理解 知道这种人的存在 甚至我觉得都不用相互理解 你知道就行 你知道有这事 对 你知道就可以 我不求大家能够认同这些东西 因为也没有必要认同 而且也不可能认同得了 不可能认同得了 人与人的区别就是这么大 不可能认同得了 你媳妇躺着看奥运会 你开始在旁边叠被子 不可能认同得了 只能大家互相包容 叠被子真是不错 雷厉风行吗 军人 能打胜仗 对 没辙 我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习惯 甚至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我加菜都会这样 比如说我加几块子之后 这东西还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你需要让它 我吃不完 剩这了 我也得让它呈现一个不狼狈的形态 你剩半碗米饭怎么剩 我绝对不会油色麻花的那样 剩一个坑进去 我肯定是剩一半 我有时候会很变态的 比如我跟一个人吃饭 大家一边吃饭 然后会拿纸巾 然后会擦嘴 擦嘴之后 然后比如有人就会传成一个团 不规则的放在桌上 然后会把它那个东西扔到蓝铢里去 对 我会把这个捏在手里 我自己的团 我捏在手里 然后我自己的擦一下 我会折成一个方的 对 咱俩很多地方确实是很相似的 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 这个东西就是典型的抢膜账 我告诉你 你用过邮行锁吗 就是锁一些 比如说仓库的门 或者办公室的门 我用过 邮行锁你取下来之后你怎么放 取下来怎么放 拆下来之后 拿钥匙打开了 或者密码输开了之后 你把邮行锁怎么放下 放在哪是吗 怎么放 这个我没听懂 没听懂 你直接放那不就行了吗 这有什么怎么放的呢 我会把邮行锁 邮行锁不是一个长条形的吗 这个邮行锁 它一定是跟京线和尾线 某一条线重合的 它一定是正南正北 或者正东正西的 我不会把它斜放在桌子上 这个经纬线重合之后 你除了这个锁之外 你不是还有那个锁扣吗 就长方形的这一块 长方形的这一块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优的槽里 跟它平行 明白 这肯定的 那是得这样 是得这样 而且我每次锁这个锁 它锁眼的位置 肯定在同一个地方 它不可能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一会儿在上面 在下边 它不能这样 它那个点肯定是要 冲在同一个地方 锁在地几格 锁长锁短 所以你拿下来之后 你可能要放在一个 放这个锁的位置 它有它的位置 你不能放在 不是它位置的地方 你这个行为 就是太太太典型了 郭总 你这个病也不清了 优行锁 我刚才为什么 我给你说 是仓库和单位 我怎么没说自行车呢 因为我无法接受骑单车 就是自行车 摩托车 我不能接受 因为自行车和摩托车 不正 你理解吗 自行车和摩托车 无法实时对称 太变态了 这有点过分了 这已经 我经常出门去 有一点几公里的路程 我媳妇说 咱俩扫个共享单车就去了 不用走路去 大热天的 我说你扫单车去 我得留出走路的时间 我不能接受有一个东西 它的静置状态 是歪着的 然后头扭到一个方向 搭拉着的 前半截身子 跟后半截身子 是扭着的 你这比我严重多了 我倒没有到这种程度了 我特别难以接受的 就是共享单车收的时候 它没法马骑的 它往上落的时候 那个山 它不匀 你知道吗 因为肯定一边是车头 一边是车身子 它不匀 我就想 谁要是能投资一个项目 让自行车站的时候 就能站稳 我愿意花钱 你也就去投资那些电动三轮 对 三轮 三轮我愉悦很多 就没问题 那非常正 可以 电三轮 它可以完全保持一个正的 你在后面加棚也可以 棚也是长方形的 然后你发现 你三轮车前轮有点龙 然后这车就得扔 这车就得扔 现在不让开了 发现前轮不行 我就交了 天哪 太有意思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说说笑笑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感受 就是大家怎么来认识自己 怎么来认识世界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 大家其实难免会有矛盾 我觉得很多矛盾 是源自于认知上的矛盾 和感受上的矛盾 你当举个例子 比如同样一件事 大家的各自的感受 就特别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上到中那个时间 有人会觉得这样特别舒服 有人会觉得这样特别难受 它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感受 截然相反 甚至我们这种人都不一定能导向一个 大家可能普遍认为的结果 可能大家认为 我们这种人是不是凡事都赶在前头 是不是特别有效率 特别规律 不是的 我告诉你不是的 经常出门的时候 我媳妇跟我说 咱哪哪哪去 现在就走 别凑整 她为啥说别凑整 因为我肯定给她说 咱七点半出门 所以大家其实很不一样的 不能想到 对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带来一个局面 就是我们大家在面对同样一件事的时候 感受不一样的时候 你潜意识里边 你想让对方明白 对 但是你想让对方明白这件事 会被人理解为 你想让对方接受你的规则 或者你想让对方适应 对吧 他不一定接受 但他这个时候得适应 所以在这个里面 总会有一方会觉得退让 或者受了某种委屈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 大家好像不是说 我想多占你点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只要明白就行 但是好多时候 其实很多误会就源自于此 对包括就像你的这种 收集的这些行为 如果我们不认认真真的去聊他的话 他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对吧 然后大家可能会按照自己 对于世界的理解 给出自己的反应 当然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毫无意义 或者是不是有某种病态 给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 他是不是准备出钱于 他是不是准备破热 对对对 而且包括我刚刚也问你 比如说你对于这些物品 产生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 你会不会对其他东西也有 但不一定的 不是一个人对某一种东西 有很强的情感 对于其他东西 就会也有很多的情感 大家有的时候会去美化 这种所谓的爱心 对吧 这种感受 大家会觉得 我跟别人有很有同理心 这个人一定对世界上万物 都有同理心 并不是的 当你骂人的时候 你对被骂的人 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对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也希望大家 听了这个节目时候 也去想想自己 好多时候 我并不是说 让大家去反思什么东西 而是好多东西 你琢磨琢磨 对吧 有一个朋友的留言 给我触动挺大的 我当时说 我说 这个事它得有道理 我得知道它是为什么 但是有人反映说 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 为什么生活会变得很累 对 真的会 我觉得是的 真的会 我觉得是的 所有东西都再反除一遍也很累 对 而且其实我们这样的生活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会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东西上 甚至你在很年轻的时候 你的视角就已经是向后的 不是向前的 别人还在向前推进一个什么事情 或者是在谋求更大的机会 找新的创新点的时候 你在想我昨天前天跟谁说过什么话 一定会影响你的 而且我在生活中 可能跟你是完全相反的那种类型 就是我对待这些物品的态度 我会第一时间离开这个东西 我是不留东西的 但是你跟我有很强的 我觉得底层算法的相似性 对 就是你不留东西的原因 跟我留它的原因大体一样 原因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会在第一时间选择离开 然后我会定期的清理我的物品 我甚至会觉得 比如说我在我的抽屉里边 发现了一个 本来我没想留着 但无意中我放在那儿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把它扔掉 对 不然的话我看见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非常不舒服 对 我会觉得 明白 明白 那种感觉 对 得赶紧的 是 甚至有的时候会盼望自己 想不起来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突然在家里面 找着一个钥匙扣 这钥匙扣 我想不起来谁给的 我看到上面一个优惠二维码 我想着淘宝的快递盒里面的 那没问题 它是快递的一部分 我给扔了 没关系 但是如果让我想起来 它是小伙子那天跟我说 他给我这钥匙扣 我绝对不可能再扔了 这钥匙扣不停不能扔 我还得一直存着 这压力就很大了 对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就是一种认真 都是认真的体现 对 认真就会有某种严肃性 这个严肃性就会带来 保守性 然后和惯性 是 对 我挺怕生活在惯性里的 因为你生活在惯性里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 因为惯性影响你的抉择 对 比如我们经常会说 这件事我想明白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道理 但是因为惯性的存在 你可能会做出一些 没有道理的事情 你可能会做出一些 因小失大的事情 对 你可能为了此时 给备忘录里留着几笔 而忽视一个重要的人 对你的一个重要诉求 这很有可能的 是吧 对 然后而且你会合理化 我会合理化 这也会非常容易给事情不加权重 对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 我挺怕这个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会往另外一个极端走 是 那你说它好不好 我自己心里都会觉得 可能不是很好 怎么办 有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强大 是 给大家一点点借鉴 挺好玩的 看大家能有什么样的思考 回避 真好 OK 那我觉得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好 然后大家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有类似的这种很特别的 一条习惯什么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然后最后呢 也向大家推荐 我跟史里芬录制的节目 不想上班想赚钱 史里芬教你当网红 手把手教你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上线了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收听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标题 会觉得它是一个纯粹的功能性的 完全针对于视频博主 这类的一个节目 但是我个人理解 尤其后来当我在后期制作 包括我在反复思考 这个节目该如何推出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本质 其实是一个 你怎么看待世界 你怎么看待自己 然后你在你每一步抉择的时候 需要哪些的权重的一些方法论 和一些个人的世界观 对我觉得它对我来说 更像是一个 如果我们把世界比作一些齿轮互相咬合 经常咱们说什么什么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那么它就像一个表盘的某一个地方 突然开了一扇窗 这里是透明的 在这里你能看见几个齿轮是这样运转的 我觉得我能呈现出这样一扇窗口 就已经很知足了 这可能就是它的最大意义 非常准确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从里面得到某种收获 然后对于你的工作生活带来某些正面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就很开心了 那我就太高兴了 是吧 OK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那之后咱还是聊那魔幻之旅吧 对 这东西 大家评论区里面都回复一下 自己的微信有多少记 大家的相册里有多少张照片 大家评论评论 看看谁多 是有没有比我还严重的 好嘞 非常期待了 那就这样 跟各位说拜拜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在聊什么人适合当网红之前 咱需要厘清一个定义 到底什么是网红 从建立账号到承接商务 全流程教学 将它在短视频行业 深耕多年的感受与领悟 全盘托出 拿起相机 找准细录 知道什么样的风格 知道哪些不能做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视频我到底应该拍多长呢 认知世界的运行逻辑 认知自我的抉择路径 不要用生活 再去推动内容 我今天干什么 我今天见到谁 所以我才拍什么 反过来 要用内容去构建生活 观众没有义务懂你 平台没有义务爱你 公司也只能愿意 且有偿性的情况下 在你有意愿的情况下 帮助你 这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希望可以助您一臂之力 小宇宙平台独家播出 好评热销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